Lun Sang 作词 曲 李宗盛 控制夜晚长度 来指指梦见你的词书 宁愿让思念 偷回我的孤独 也不愿将短暂化成痛苦 我需要调解眼泪温度 来决定它下降的速度 歇息温柔 谁眼眶模糊 太多难 等着冰冷幸福 你的影子 仿佛风中飞舞 看不到容颜 只流行程如故 如果可以 我愿翻身碎骨 我会等待 顶重生的领悟 你的影子 空腹风中飞舞 看不到容颜 直流行程如故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愿翻身碎骨 我会等待 等重生的领悟 我愿翻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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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什么 我师父被东方白抓走了 为什么 还不就是为了天魔琴 你师父得到了天魔琴不肯交出来 东方白电抓了你师父 逼他交出天魔琴 这个东方白老谋深算 你师父现在就算不死 也活活活脱了一层皮 没想到他口中的大徒弟 样样好的大徒弟 竟然会为了一个小白脸而不顾他的生死 老烈火啊 老烈火 你真是交出了一个好徒弟 谭月华 我劝你还是现在赶快去救你师父 别再管我和吕林之间的事 不行 谁也不准伤害吕林 那就试试看 你 滚东是好人 气死我了 让他跑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 难道你不恨我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你怎么去救我 你为什么要对我 你怎么'D 你 кто'是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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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奴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呢 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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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二十六年前 我没有尽一个父亲应激的义务 没好好地疼你 好好地爱你 却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阿奴 爹会好好地待你的 只要你答应爹 不再离开我 只要我夺得了天魔琴 整个武林就是我们鬼宫的了 我会好好地补偿你的 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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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能听见的话 你告诉我一声啊 师父 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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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要去哪里 为什么不告二别 绿林 我师父对我恩重如山 我从小就是在他身边长大的 他就是我的亲人 于情于理 我一定要去救我师父的 难道 你会跟我一起去救我师父 我 臭小子 你为什么不肯去啊 可是他接过我的标啊 哎呀反正事情很复杂的 一时半会儿也不能解释给你听的 那不都是些小事吗 小事 我问你 岳华带你如何呀 岳华带我真心诚意啊 秦深义重 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是啊 你既然知道岳华带你恩重如山 他也对你那么重要 那你就不能为了岳华 忘记他过去做过的种种事情 那就行了吗 这 这什么这呀 没有他烈火 哪有对你恩重如山的岳华呀 你就不想想这一点 你就当一切都是为了岳华不就行了吗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通了 其实我跟烈火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且他又是我心上人的师父 看在岳华的面上 我总得要去救他一救的 难道不是吗 岳华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要陪着你 我要永生永世地陪着你 走吧 到天龙山庄去 主人 这是谁家的小姑娘 怎么伤得那么严重 主人 他可还有救 只要看他的造化 这小姑娘摔下山崖 受了重伤 肯定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惊吓 若不及时治疗 怕就来不及了 我出去采一些草药 马上就回来 你好好照干他 是 爹 爹 娘 娘 小姑娘 小姑娘 一定要撑下去啊 你不能就这样放弃 琴在这儿呢 小姑娘 这就是你爹落山崖 紧紧抱着的那架琴呢 小妹妹 天凉了 加件衣服好不好 我替你拿了件衣服 你披上好不好 那我替你披上好不好 那我替你披上好不好 小姑娘 吃点饭吧 好 乖 珈鲭 闯 祈福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 我一定会帮我 我一定会帮我 庄主 喝茶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我先练后四掌 本不倒置 所以欲速则不达帽 不 不可能 行 一定是行 练天龙八音 一定要贴魔镜 我必须要拿到天魔镜 我才能练成天龙八音 只要练成了天龙八音 我就是天下无敌了 我们到了天龙山庄了 奇怪啊 为什么这里没有人呢 绿灵 你怎么来了 女魔头 这叫冤家路宅 玉林 我真的没有杀害你爹 至于你师父辞来 他是当年缩世五大门派 杀害我家人的罪魁祸首 我只可没有早点杀了他 害我父母还冤十八年 你父母被人家杀掉 想必是武林败类 你敢打他 住手 住手 此人怎么如此面善 他是小师弟东方白 女魔头 你又想跑 李少少 你够了没有 你看不出人家不想和你打 所以才一再退让 他又真的出手了 还有你活命的机会吗 如果我今天不杀了王雪梅 才是白白错过了 报仇雪恨的好机会 王雪梅 吕少侠 原来你来我天龙山庄 是来逞英雄的 我东方白虽然无德无能 但是也绝对不会容忍 你在我家门口伤人 你太不给我东方白面子了 这就是你的做客之道嘛 我又不是来做客的 好了好了 既然东方先生已经开口了 我们也不能不吃相了 对不对 我们就答应你 暂时不可能有你摸头斗 谭女侠果然爽快 既然如此 就请静庄品茶 在下随后就到 雪梅 你的伤口没有大碍吧 没事 这伤口虽然不大 但若不好好料理 就很容易发炎的 我闯荡江湖这么些年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是啊 皮肉之伤 用筋创药很容易就可以治好 但是你的心结 若不面对它 解决它 就很难解脑 小师叔有话直说 我这次看到你安然无恙 而且遵守了当初的诺言 来天龙山庄找小师叔 我真的很高兴 也很欣慰啊 雪梅答应小师叔的事情 怎么会忘了呢 可甚至死来 却一副心事重重 欲寡欢的样子 我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师叔 对雪梅倒是挺关心的 我的一丁点心思 都没瞒过你 此来一死 他是罪有应得 而你的断肠果之毒 已经解了 我不明白 你还担心些什么 小师叔不知道 那天云俊把我从寒潭 带回玉笛山庄之后 又发生了许多事 是吗 发生了什么事啊 有些事情说来话长 日后 我会向小师叔解释的 只是我不能释怀的事 我从玉笛山庄 回到寒雪殿的时候 祈福他已经死了 什么 祈福他死了 这怎么可能 你知不知道是谁杀了他 我在江湖上 飘荡了这么多年 相信也结下了 不少的仇家 他们不敢杀我 就把祈福杀了解恨 是我不好 我害了他 雪妹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如果祈福真的是为了你所牺牲 而他又知道你现在为了他这么难过 我相信 他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安慰的 如果我能找到杀害祈福的真凶 我想 祈福一定会帮助我 守刃仇刃的 雪妹 以前祈福在的时候 你在寒雪殿 还有一个可以说话使唤的人 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不如你就住在天龙山庄吧 也好让小师叔来照顾你 怎么了 你还顾忌什么 该不会是因为那个吕玲吧 吕玲对我的误会很深 我怕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 住下来 怕给小师叔惹麻烦 其实 本来你和吕玲之间的恩怨 我不应该插手 不过现在既然你们两个人住在天龙山庄 不如就让我来当个和事佬 经过我的调节 我相信可以化解你们之间的恩怨 你说那个东方白 他跟那个女魔头 毕师觅谈了那么久 让我们在这里干做啥等啊 到底什么意思吗 他们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晃来晃去的 好不好 晃到我的头都昏了 我真的是搞不懂你 月华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那么沉得住气呢 鬼圣不是说你师父被他抓了进来 你为什么不想把这个事情 问得清楚明白一点呢 问清楚有屁用吗 我们现在连一个女魔头都打不过 更何况一个东方白出来呢 依我看 咱们这次不能立地 只能智取 更何况这是人家的地盘 我们还是收敛得比较好 不行 再这样干等下去 我都要发疯了 我要去找那个东方白问个明白 你小心一点的你 是你 是你啊 喂 怪奴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 我帮你拿 来 拿着啊 什么 你说鬼神要杀你 结果是东方白救了你 还是要留你 嗯 那也好啊 我早就说过了 鬼宫那边呢 没有一个是好人呢 你现在也在这里嘛 起码还有点人性啊 哈哈 对了贵奴 但我师父 师父他是不是也在这里啊 嗯 等我拿着 怎么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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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师父真的被关在这里 我要去找我师父 师父 你不要那么冲动 你刚才不是还说吗 帮我们收敛一点吗 你干嘛现在自己又跳起来呢 你 我不管 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去找 月华 不要不要不要 月华 不要啦 听我话啊 不要啊 月华 哎呀你 喂 姓东的 人家不姓东方 不管他姓东方还是南方 你凭什么抓我师父 不错 令尊师的确被我囚禁于天龙山庄 我师父哪里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抓罪他呢 谭姑娘请息怒 在下正想和你说个明白 好 你说 在下绝无为难尊师之意 只是烈火一直不肯说出天魔情的下落 在下几番恳求不果 也只能出此下策 江湖上想争夺天魔情的人比比皆是啊 为什么你只专对付他师父烈火祖师呢 因为天魔情就在烈火身上 原来那天鬼神说的是真的 天魔情真的被我师父抢走了 在下一再强调 天魔情乃天龙门正派之宝势必取回 烈火不但拿走了天魔情 还想偷走天龙八音的情谱 是可忍 殊不可忍 在下只能出此下策 把他请到天龙山庄来了 就算我师父拿走天魔情又怎么样嘛 不过就是把破情有什么好稀罕的 你说 你要怎么样可可放我师父嘛 很简单 只要他交出天魔情 我就放了他 让你们师徒团聚 好 你先让我见我师父 好 师父 月华 师父 师父 月华 月华 怎么你也被他抓来了 东方白 你拿脑子为主 你又欺负我的徒儿徒孙啊 你算什么一雄好汉哪 你过来 师父 师父 你听我说嘛 那个东方白 并没有围囊我啊 是他让我进来看你的 还算你这个丫头啊 有良心 还记得师父 还知道 到这儿来探望探望我 师父 你在这里过得好不好 你师父被人囚在这个地方 你还问我在这儿过得好不好 师父在这里过得好 有饭吃 有衣服穿 还有人伺候 我在这儿啊 美得不得了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这里受了不少闷气的 不过没关系 等我们回到烈火宫啊 我一定好好伺候你 每天讲笑话给你拼 怎么样 月花啊 我怎么一段时间没见到你 你怎么变得又傻又糊涂啊 天魔琴没到东方白的手里 他怎么能够放过我 人家就是说 只要你把天魔琴交给他 他就马上放过你 你怎么回事啊 到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马上回到烈火宫 过着我们快快乐乐的生活 对不对啊 月花 你是吃了东方白的迷魂药 还是失心丹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难道那个东方白会骗我 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烈火宫已经被他给毁了 我现在唯一的戳马就是天魔琴 我一旦有机会出去 我就会借着天魔琴 统一武林 称霸武林 到那个时候 我就不相信 别人敢不听我的话 称霸武林 真的那么重要 你 月花呀 你这个傻丫头 师父这样做 也不全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你呀 你想想 师父百年以后 你一个人 怎么来堵成这个烈火呢 如果有人要来迫害你 你怎么办呢 现在 你唯一的希望 就是把师父从这里救出去 你知道吗 师父 我是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只不过 掌门 我不是很想当 反正烈火宫合适的人选多的是 像成窗啊 小素啊 成窗小素已经死了 烈火门已经被他给毁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是在了 有些人arks盟友 我们还在哪里 你让我按照 我让你按照 你让我按照 你按照 你让我按照 你让我按照 你冷静一点啊 冷静一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放开我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人杀了我师妹 不错 你的师妹的确是我杀的 但是 我绝不是个铁石心肠 是非不分之人 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 但是他们实在是明文不灵 屡劝不听 我是出于自卫 所以才不得不下手的 成双小素 他们只是奉师父之命 他们平时是那么的乖巧 他们怎么会忍心 去伤害人命呢 我承认 我的手段是激烈了一点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要是我不出手 那死的可能就是我 更何况 现在在讨论这个毫无意义 总之烈火不交出天魔情 我们天龙门是不会善罢犯修的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要为一把琴 而你争我夺 弄得不是你死就是我 咱们习武之人 不是当以侠义为重 就算未能做到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至少也可以笑好江湖 图个逍遥自在啊 吕少侠 你的见解果然是一针见血 在下佩服佩服 但是世上有你这种领悟的人少之又少 不然江湖又怎会叫做江湖呢 江湖上又怎会波澜不星呢 你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 你自己还不是卷入这场纷争当中 你现在做这种解释 有个屁用啊 我东方百又何尝愿意卷入这场武林纷争之中 但家世遗训不可一日豁望 天魔情一日不返回天龙门 我这个作掌门的 又怎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呢 此乃各大门派纷纷觊觎天魔情 我也是身不由己 莫可奈何呀 说到底都是那些英雄豪杰之事 逃不过名利权威的欲望 如能逃过这四个关口 那人生必能海阔天空 这个江湖上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纷争扰了 与少侠如此年轻 竟有这样的见解 江湖上又多了一个不可多多的人才 既然东方先生也同意晚辈的说法 我想趁机讨个人情 只要烈火同意交出天魔情 我一定放人 可是现在烈火宫已经被你全毁了 我那些师妹们也一个都不在了 师父现在更是一无所有 她是绝对不会放弃天魔情的 正因为如此 她更应该有所觉悟 我相信谭姑娘应该很清楚 将来你们师徒俩和我是敌是友 全在她一孽之间 我也只能西庭尊便了 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好不好 你转得我头都晕了 我现在正在想事情 你不要跟我烦嘛 有什么好想的 东方先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 你师父一天不把那个天魔情交出来 他是不会放人的 你有什么好想的 对对对对 反正东方白说什么都对 我师父说什么都错 那个东方白那就是正人君子 我师父就是卑鄙小人 现在连你也不肯帮我嘛 我当然是帮你的啦 要不然我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真的肯帮我 当然啦 那你可不可以拜东方白为师父啊 干嘛啊你 我看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太有病了 本来我们好端端的在想啊 怎么让你师父把天魔情交出来 突然间你叫我去拜东方白为师 你不是有病你是什么啊你 我跟你说 你看那个东方白武功那么了不得 你看他长得又帅气质又好 这种的事啊 他的印象非常好呢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意见非常符合 真的吗 我感觉你啊 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啊 反正我觉得呢 你们两个相聚是一种缘分 那为什么不好好借这个机会来拜师 说不定以后在武术上呢 会有更高的造议啊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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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能骑尸灭祖的 哎哟 骑尸灭祖又那么严重吗 不不不不不 应该说是背叛师门 怎么说呢 我也是跪在慈来大师面前 给他奉茶 拜茶为师的 他现在尸骨未寒 我怎么能拜东方先生为师呢 你这是死脑筋啊你 跪 你 你 你 吕少侠 东方先生 刚才在下无意间听到二位对话 在下觉得谭姑娘讲得很有道理 如果吕少侠不嫌弃的话 在下愿意将天龙门的武功倾囊相授 你真的愿意收吕林为徒弟 吕少侠天资聪颖心存人厚 而且吕总飘头夫妻是为天魔情所害 天魔情乃天龙门派正派之宝 所以说在下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 哎呀正所以冤有头债有主嘛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所为 我怎么能算到你的头上呢 吕少侠果然是豁然大度恩怨分明 但是在下实在是不能没有愧疚之心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向天龙门派武功倾囊相授 不知道吕少侠意下如何 东方先生啊 现在我的对头就在天龙山庄之内啊 只要你让我去报仇 杀了那个王雪梅 就不用那么麻烦 什么时候我为徒了 教我功夫了 对吧 对不起 绝非在下对吕少侠有轻蔑之意 但是依你之见 你现在的武功 对付得了王雪梅吗 当然不行了 东方先生都已经答应收你为徒弟了 你还在吃衣考虑考虑什么 赶快跪一下 拜他为师傅了 拜师学义此乃大事 而且吕少侠对我尚不胜了解 吕少侠可以仔细考虑以后再做答复 再下告辞了 啊 告辞告辞啊 啊 再见再见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 你疼啊你 你疼什么啊你 我们刚刚不是家好的吗 我不是跟你说 你在学武功的时候呢 我可以趁机会去救售我师父的吗 都听些什么嘛 我不管 就算你跟他学武功 不然我们就 怎么样 跟你 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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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莫名其妙 哪有人这样逼人去拜师学义的 他真野蛮 真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他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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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东方白 敢问阁下是 无名小卒不足挂齿 请问 无论是达官显贵 还是无名小卒 只要来到我天龙山庄 就是我东方白的客人 你应经地主之谊 不知道阁下 是否有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不不不 天龙山庄招呼周到 让人有兵之如归的感觉 既然如此 为何自从阁下来到天龙山庄 就一直尾随于我 这种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的行为 似乎有为做客之道吧 我 天龙山庄虽然不是什么名门大派 但是至少 也是在江湖上颇有威名 不知道阁下此举有何目的 哎呀 无功前辈啊 哎呀 我找你找了半天 找你找得好辛苦 原来你在这里啊 吕少侠 你的这位朋友好像对 天龙山庄特别感兴趣 我怕他一个人乱闯会迷路 所以正打算带他去参观一下 东方先生请不要见怪 其实他是一个可怜人啊 所以每次见到陌生人和环境 他都会起戒心的 所以有什么失礼违规之处呢 还请先生多多见谅啊 可是他刚才 哎 先生 刚刚你跟我谈的那个事情呢 如果我吕灵再考虑的话 那真的是不失好歹啊 又为了坚守对我的一片苦心啊 吕少侠的意思是 你答应了 答应答应了 答应是答应了 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白师还要先讲条件 哎 这个就是我的条件 其实跟你学武功呢 我是一千万个愿意的 只不过 能不能不白师啊 原来吕少侠还是瞧不起我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可是你知道了 慈来大师是我师父 我叫他师父叫了十几年 突然间 要我叫另外一个人叫师父 我总觉得 好像对他有点不尊敬啊 小子啊 他真看不出你还挺念旧情的嘛 好 既然这样我就答应你 谢谢东方白先生的成全 我吕林一定恪守教诲 严守门规 绝不敢丝毫有为 不必多礼 那先生 明天一大清早 我在炼工厂等你 恭候大家 那就太好了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再见 走了走了 再见 来来来来 茶来了茶来了啊 来来来来来 来 来 绿林 你是不是真的拜东方白为师父了 我还没说你啊 干嘛跟踪人家 我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 跟踪他干嘛 被人家逮了个正着啊 你还想抵赖啊 你不是跟他之间有什么恩怨吧 你没有打天魔琴的主意吧 我没有了 我只不过听说 你要拜东方白为师父 所以才来试试他的神手如何 我怕你拜了个三脚猫的师父 这不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吗 哎呀 你真的待在山上太久了 当今武林头号响当当的大人物是谁啊 就是东方白三个字 所以武功怎么会烂呢 可是东方白他是一个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真的很累啊 我明天一大清早还要去练功呢 你不能动 就这样子就可以睡了啊 我先睡了啊 再见 明天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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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可以牵过我的手 在梦里 在梦里尽心追逐风长游 它花落云飘过雨顺风 青苹 简直到天空 我想追呀呀呀呀呀呀呀 追尽流失的笑容 梦中有眼 这是否识破 我该不该说 我想回呀呀呀 飞过了眼下的座 梦中有眼 这月已经了 是我长了梦 我长得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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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得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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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